照片中脸上洋溢着和蔼笑容 七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爱乐陈痴 11月时期与世长辞 向七寿96岁 追思惠第一天 不少已经退休的老员工 特别来送他最后一辰 很慈祥 很会教人家 对我们讲也很客气 没有一个当事长会 会那种 人家说派逃什么 这就四十万 许文龙的崛起 就在台湾经济起飞时期 创办齐美实业 让他被称作台湾压克力之父 从ABS树枝到跨界成立齐美电子 事业有成更不忘回馈相亲 就有民众在脸书分享 自己家中状况不佳时 曾经接受过许文龙的扶持 追思强才设立不到一个小时 就超过百则留言 感谢他 12月2号 齐美博物馆也会举办追思音乐会 生前低调的他 也对内交代 不要为他造目 办一场音乐会 此生足矣 欢迎新闻成员为 刘北遥台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